各位同學應該會有一個疑惑 就是我到底該如何透過這個圖片 去給出一個題目跟寫作的方向呢 對我們議論性的題目 就會要先觀察圖片 找出它裡面的規律 找出圖片中可以對比的東西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成帝國文的袁老師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這個聯合杯作文比賽 如何獲得高分的寫作技巧啦 那相信如果有在關注 近幾年聯合杯作文比賽的同學 應該會發現 看圖說故事是一項非常重要的能力 可是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我們往回看 大部分聯合杯的作文比賽 都是以一張圖 然後讓同學自己去發想題目 並且去闡述自己的創意 以及你的文采啦 那在看到這個圖片 各位同學應該會有一個疑惑 就是我到底該如何透過這個圖片 去給出一個題目跟寫作的方向呢 沒錯 今天我們就要先來教各位 如何去分辨寫什麼東西 首先在這個比賽裡面呢 我們知道它是要對圖片的理解 然後去展現你的創作與文采 那所以啊 對於圖片的理解 我們就可以分成兩部分 首先第一個呢 這張圖片 它是不是有一個故事性 或者它有沒有這個劇情 如果有的話呢 那這題應該就是一個敘事題啦 它就是要你去寫一個故事 去闡述一個完整的事情 好比說 第16屆的這個作文比賽 我們來看一下 第16屆的題目 它是一張這個頒獎的圖 前面有一個獎台好多的人 那在這個題目上面啊 阻止這邊 題目要求說 同學去構思一場比賽 什麼樣的比賽都可以 那你要去想說 這場比賽發生了什麼事情 它中間過程又怎麼樣 以及最後你在這張圖片中 頒獎的場合裡面 你是站在一個什麼樣的位置 你是觀眾呢 還是站在領獎台上面領獎的人 好 所以這就是一個很典型的 這種故事的書寫 一個敘事型的題目 另外呢 我們來看看 如果是第17屆的這種題目啊 那它可能會是一種議論題 所謂的議論題呢 就是我們在這個圖片之中 無法找出一個故事性 沒有一個很明顯的劇情 它可能就會是一個議論題了 議論題我們要怎麼樣去找我們議論的主題呢 通常我們會從這個圖片裡面 去看它有沒有能夠對比的東西 像第17屆啊 我們看到它有黑色與白色的對比 那在這個黑與白的背景上面呢 才看到兩支筆 這兩支筆 它的顏色與後面的背景不同 就好像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太極圖 一個圓形的 好像兩隻魚一樣 它是一個陰陽的圖騰 好這個太極圖呢 它裡面一黑一白 裡面白中有黑 黑中有白 那像這種對比呢 我們就可以去做一些發想 一個創意的發想 比如說善與惡這種對立 惡人對立性的議題 或者是美跟醜 或者我們也可以加上它的這個 這個白中有黑黑中有白的這個特性 我們可能會去寫一個善意的謊言 好 那像這樣子呢 就會是一個 這個議論性的這個題目啦 對我們議論性的題目 就會要先觀察圖片 找出它裡面的規律 找出圖片中可以對比的東西 那講到這邊 相信如果有在關注前幾年作文比賽的同學 應該會有一個很深切的這個疑惑 好比說第十五屆的圖 這個題目啊 它到底是屬於敘事題 還是議論題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第十五屆的題目裡面 我們會看到前面有好長一段文字 它都在敘述說下面這張圖 它是怎麼來的 是這個主角小翼啊 去參加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做出來的一張圖 但是呢我們只需要注意其中一句話喔 它特別告訴我們的同學說 希望這個同學啊 可以發揮你的創意 去解讀小翼的這張圖 它的重點 還是要在解讀 解讀這張圖上面啦 所以我們還是用同樣的方法 去判斷說 這張圖它有沒有一個故事性 如果沒有的話 那它有什麼東西是做對比的 或者是有什麼東西是有這個關聯 是有一個連續性的 那我們就可以從這個部分去找出我們的議題 並且去敘事啦 好比說這一題我們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爆炸的場景 一個好像戰爭的場景 那旁邊呢 又有一個度假海灘的這種感覺 上面一個燈泡 上面寫著希望與絕望 好所以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知道 這個圖啊 它可能是希望我們去做一個戰爭與和平 做一個希望與絕望的對比這樣子的議題 我們現在很容易的可以分辨出 這個一張圖出來 我們要怎麼樣分辨它是敘事題還是議論題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去伸展出我們這個作品的骨架 在寫一個作文的時候啊 這個創作的藍圖是非常重要的 好像我們在蓋一棟房子 我們必須要先有一個設計圖 我們才可以知道最終我們的房子要長成什麼樣子啊 所以我們在寫作文的時候 我們也要有一個很好的安排 在寫文章的時候 文章的本意啊 就是在讓讀者去了解作者的心中所想 了解作者的這個思想議題 那這中間呢 就必須要透過這個明確的主旨 還有這個內容順暢的鋪陳 有具體的起承轉合來呈現啦 所以如果有這些東西的話 那這就會是一個好文章了 當然不是說你的內容寫得很好 而是說它會是一個讓人容易了解的文章 那在今天如果我們要寫一個敘事類型的文章啊 我們首先要表達的是它故事的背景 在我們的開頭啊 就好像各大的這種童話故事 好比說什麼三絲小豬啦 小紅帽 或者是這個白雪公主的故事 相信大家都應該是耳熟能詳的 那我們在看這些故事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它前面都有一個什麼 從前從前某某某在什麼地方 他是做什麼的 所以人事實地物的這種背景 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在寫敘事題的時候 那個故事的開頭 它的背景是什麼 非常的重要 唯有把背景寫清楚 讀者才能快速的進入你的故事 有了一個開頭之後啊 接下來就是你的事件的進程啦 我們一個故事啊 一篇文章 就好像我們去海邊看到那個海浪一樣 海浪在海浪最過列的這個海浪之前 它是經過了一段漫長的距離 它是經過了一段漫長的距離 這個浪就是一個本體 進了這個海浪上面 慢慢的堆疊起來 然後到最後 整個情緒的崩潰 整個情緒的散發 這就好像我們的故事一樣 所以呢 故事的進程 它的順序性 它的連貫性是非常重要的 既然有很多的不同的寫作手法提供給大家 但是在這所有的手法中間呢 大家唯一需要記得的就是 你的故事是否連貫的 它裡面是否邏輯是順暢的 它的時序是否有錯綜複雜的 對呢 我們要避免這些東西 那最好的方法當然是順序啦 我們依照這個時間序順順的去寫 那如果你想要做一種交叉的手法的話 或許你可以用這種視角 不同的視角去寫同樣的事情 但是我們盡量不要讓你的時間序太過於錯亂 或者是讓你的視角中間是沒有一個連結 那在這個事件的進程呢 它的終點 應該說它的最高潮的地方 應該是它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在我們第三段呢 就會是我們整個故事事件的高潮 就是好比說一個競賽 在最後可能跑步競賽 最後即將要衝到這個終點前 這中間你心情的這種激盪 你與對手之間的這種博弈啊 那是整個故事的高潮 那這也是你需要去著重描寫的 那在最後呢 我們就會給出一個故事的結尾 所以依照這種順序去書寫啊 在敘事的這種提醒上面 你就會擁有一個比較好的這個創作的發展啦